其實飛蚊症是一個症狀來的 其實它不是一個病 飛蚊只是說你看到你的景物 裡面有一些黑點的 圓頭黑點或者線或者圈在飛來飛去 我們就稱之為飛蚊 其實飛蚊是很普遍的 因為其實飛蚊是一個我們所說的退化過程 會導致的一個病徵來的 其實就是我們眼睛裡面的玻璃體去退化 變得收縮和有些混濁 就會出了一些一點點的混濁物出來 投射在我們視網網上的時候 就會有些黑點黑影 我們就看到飛蚊 其實第一飛蚊這個症狀很少人會需要治療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只不過是很煩 經常有個影像裡面都有影在飄來飄去 很多時候都不需要治療 所以其實治療飛蚊症 其實我們不是想治療飛蚊 而是想找出飛蚊症 究竟眼睛裡面有沒有其他嚴重的眼疾 而是反而去處理那個眼疾 其實通常飛蚊症和找得到的眼疾的嚴重性 其實沒有一個相對的關連 可以一點兩點飛蚊也都可以有一些嚴重的問題 或者一大堆的蚊也都可以 未必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說飛蚊症狀可以隱藏了什麼病 第一可能最常見就是沒事 即是沒有事情發生的 只是一個退化的過程 第二可能是一些 例如視網膜的血管破了 去流血 一點點的飛蚊粉 一些塵的飛蚊 病人都會看到的 另外就有些比較嚴重的 就是例如視網膜有些撕裂 或者是穿洞的情況 更嚴重的就是視網膜脫落都可以是有飛蚊 例如如果那個患者 當然如果只是一些普通退化性的飛蚊 簡單來說視網膜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當然就會教導一下病人 告訴他飛蚊是什麼 或者是有什麼要留意 要立刻提醫生 另外如果例如找到視網膜 是有些地方有出血的 我們就會更加找一下 究竟有沒有其他相關的問題 如果是單純的出血 很多時候他會自己停 亦都沒有需要去醫治 如果發現了患者視網膜 是有穿洞破損的情況出現 我們都會鼓勵病人 要做一些激光治療 希望保護了撕裂的地方 因為如果你不保護它 有機會引致到視網膜脫落 另外最嚴重的 當我們發現原來患者 其實視網膜已經脫落了 我們就要做手術 其實手術是一個玻璃體撤除的手術 因為我們眼睛裡面有玻璃體 其實玻璃體就是我們說的飛蚊的懸空 我們首先要把它移除 因為如果不把它移除 是做不到任何視網膜的手術 做了玻璃體撤除之後 我們就會將視網膜用方法去整平 因為視網膜脫落後 其實它要用一些液體 把它撫平 另外我們就會用激光 將破損的地方保護它 讓它沒有機會再有視網膜脫落出現 之後我們很多時因為眼睛裡面會製造一些液體 我們希望打一個氣泡進去 將眼睛裡面的液體和破損的地方隔絕 激光位置就會慢慢越來越緊 保護視網膜撕裂的地方 如果找到視網膜有穿孔 如果你忽視了它沒有理會的話 有機會視網膜會因為破損的地方 而導致視網膜脫落 而視網膜脫落就會影響視力 如果視網膜脫落不理會 當然患者會永久失明 另外就是有機會導致一些青光眼的情況出現 而青光眼主要會令眼睛很紅或很痛 或者外觀上都很不好看 再見